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行价将2022和2023财政年的净利预测分别下调8% 尽管如此 该集团的营运相信将在2022财政年第三季开始恢复正常 主要是跟新加坡BP公司签署长期的仓储协议 而浪射第三码头额外的8万5千立方的储量也将在今年底投入使用 此外 边加栏项目将花费大约10年才能完全开发 目前该集团有意转换成类似新加坡约朗岛石化中心 行价维持买入评级和4令吉90仙的目标价